书友们今天我们来写下 雨字我与你的雨 这一笔呢是最高的 这时候呢折下去 横折笔 好这一笔呢就比较长了 到这里的时候顺势收笔一定要注意 这里的收笔会比起笔呢还要重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这里的长度和这里的长度尽量保持一致 这一笔和一点的分头还是比较开的但是有一点的很重要 就是这里呢就尽量保持最低 这里呢会偏高一点就是 他上下结构的关系呢它是有点区别的啊 这笔重而且偏下 这笔轻而且 比较靠上 但是呢 差别不大啊 如果没仔细看的话 啊其实这个字呢 他最难的一点呢就是上面这个空间处理啊 间隔之间的啊 像这个但是一定要体现这种骨感 转折骨感 要齐别的这种细节 总体来说的话这上面呢是往里缩的 往里缩的这个结构 啊这笔呢会比较长一些 长一些的话就将形成一个 疏密啊 瘦 宽 对比是比较强烈的 那么这个字呢也有一个很相似的一个另外一个字 大家也可能 猜得出来 是一个新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好 这是心字一种写法之一 当然不是只有一种写法 但是呢 我要想说的就是和这两个字呢 其实相似性很大 就主要是上面这个部分呢 虽然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它的结构呢 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写的时候呢 其实你掌握了一种字体 当换成另外一种相似性的字体之后 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转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